Case,上次Case是否煮完菜? 今次是否煮飯呢? 飯剛剛做了一半,不過這也是一個澱粉質菜式 這個食材就是摩洛哥小米 我們這個菜式的名字很厲害 就叫做野菜、臘腸、摩洛哥小米飯 嘩,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這個菜式是我們這麼多菜式中最簡單的一個 讓我們來試一下就可以了 小琪說,不如今次我交給你做 沒有問題,經過之前的三個,我相信應該可以了 但第一步要做甚麼? 第一步要先將蔬菜湯煮滾 OK 即是這個基礎 我們蓋上蓋子,等它滾 那就等了 沒錯 然後我們要將摩洛哥小米倒進去 蔬菜 倒進去 然後青瓜倒進去 然後這個就是臘腸 很香 是 還有我們 滷腸 好吃的滷腸 很香 很香 推均勻 然後開大火 好 好 都是最大火的 其實現在等它水滾了之後 再關小火等它焗 好 所以現在你要先等它水滾 好 好,當水滾的時候我們蓋上蓋子 幾分鐘 然後你調2度火 這麼小火? 對,很小火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20分鐘 按這個小米飯便要完成了 吃了 整了這麼久,終於可以吃了 現在已經很韌韌 挺有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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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好 這個也不用加調味 就這樣 臘腸應該是最好的調味 就這樣 很好吃 好 大家也可以試試煮這個 好